我先開始錄影,大家聊聊天,有些事情交流一下 我現在和呂做上課的一些事情 例如3,2,1,4,那你就可以去加好多些Cordinary,我們可以怎樣拿到它的Cordinary 記得嗎?記得嗎?記得了,記得了 之後我們就寫回這個了,height的什麼號 然後把它有什麼好嗎? 記不記得了 molta greater paradema 然後我們呢, failure obviamente我們可以設 TOPIC Place什麼好呢? 鎖 是不是這樣? 嗯 擺個Coordinate 那個Priorator應該要擺什麼? Coordinate 沒錯 如果你這樣做 你每次那個Industine改動的話 你就會出現了一個效果就是這樣 Hello Eden 很準時 我的Shift playground也不太穩定 它有時候都會怪怪地 看看Play-Doh 強行叫它Play都可以Play-Doh 這裡可以 關了一些音樂 大家可以靜一點 這裡都是 繼續做 你看到很簡單 一個就是決定它升高的高度 你看到現在是不是永遠都是升三格 你看到每次都是升三格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的Industine沒有動它 所以它永遠就是升三格 每一個Location都是升三格 看到嗎? 看到 所以我們怎樣去動這個Industine 我們在這裡溫習 溫回上課還有點名 所以很簡單 就是將Industine 等於Industine加1 OK 那就搞定了 我們試一次了 好 大家溫習 OK 3D的襯同學 陳棠 陳棠 每一個都不贏 是的 沒有看到現在 早晨 Eden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 是否永遠都是3214的升 今天我們時間 應該是我們夠時間 是Cover兩個單元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PowerPoint 想試一下沒有PowerPoint 大家可以更加專注 看影片 我們一起解難 OK 其實我就溫一溫書 做回上課 大家如果不太記得 就一起跟我們做一做 記得我們上個星期做的事情 是不是很容易 是 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跟上個星期做的事情 是有關的 差不多 非常一樣 基本上一樣 所以我們再兩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 OK 都很容易 其實是 是 如果你起磚 就能起到 我們起到磚 就能起到樓 是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都明白 到底是做什麼 都是溫一溫書 講回上個星期的學習重點 那就是 我把我封心一下 大家不要太粗 大家可以安靜一點 注意聽書 所以其實 你看到 有幾分鐘 是的 現在有幾個人 現在有八個人 不如怎樣 你有沒有用這個 MacBook 其實試試MacBook 安靜一點 又或者 可以用 iPad可以用鍵盤 好像這麼棒 就是那個 新的iPad 很好 我知道 Apple出了新的iPad 大家可以試試 Aidan可以 用少許時間 我們還有一兩分鐘 就開始了 那 可以 試試看 是否iPad 安靜了太多東西 我都不知道 不過我的 ERROR 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建議 可能 好像我們這樣 用一個 MacBook 或者iMac 我們在裡面 使用 Shift Playbar 不過偶爾會出一個ERROR 就是 它會叫你 reset 出現這個問題 不過我都不太理 那就照高了 好了 Waisy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1分鐘 一分鐘 我們 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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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這部機器可以裝到Xcode 和Shift 但是這部機器有iPad 對 沒錯 iPad只是用Shift Playground 如果Edan在用Xcode 我猜他應該會用MacBook 或者iMac 那 是好的 總之 這部機器 Swift Playground 其實他最初 做出來都是 iPad 後來 都是近這一年 應該沒有記憶 應該都是我們2月開始 那時候 你坐過來 2月開始 那時候 它才有一個 給MacBook 和iMac用的版本 不是很穩定的 所以大家不要緊 如果 偶爾有少許 crash 那就不用擔心 這個很小事 記住 電腦有很多 Bug 我想大家和我們一起寫這麼多程式 就知道Bug是甚麼 不用擔心 Aaron也來了 我們不如開始浪漫 10點鐘 準時開始 好 我們很多同學生 跟大家打招呼 早晨 那麼多同學 我們現在就去 Shift Screen 今天我們就 不會有PowerPoint 我們想試一試 沒有PowerPoint 我們一起去GoThrough 這個教材 如果有同學生 有問題 跟不上 不要緊 我們那個影片錄影 之後會放出來 大家可以看影片 我們當溫一溫書 我們上一堂 其實就做了 叫做 Generate 一個Lenscape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今天 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應該可以 Cover到 1、2、3 有機會 看看進度 1就肯定沒有問題 2應該沒有問題 如果夠時間 我們就做了3 好嗎 OK 我們Y1書 上課 其實我們做了 沒有R1 OK 我們看到 這裡有兩個For loop 第一個For loop 就是去調整所有 Coordinate 而這個Coordinate 是什麼 這個Coordinate 就是我們世界 的所有Coordinate 所以我們要 這個If loop 其實最重要 就是幫我們 去reset index 因為為什麼要做index 因為index 就是幫我們 有一個 另一個Array 叫做Height 它是一個Integer的Rray 看到了 它是Type 很重要 這個位置就是顯示它的Type 記住了 就是Integer 我聽到有些雜誌 所以我需要幫大家 先看一看 這樣 就看了 大家清楚一點 OK 好 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這一句 If statement的目的 其實就是去reset 我們那個Height的高度 因為我們每次 就是拿這個 Height的高度來拿 大家看到 如果我這個index 沒有做update 沒有改動的話 你看到 我永遠 那個program 一run的話 就是去拿 我那個Array Index的第一格 就是3 所以你看到 我起出來的鈕 就全部都是3 那麼高 剛剛解釋了 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個這樣的update 去update 所以我們update之後 就可以做到 剛才你看到 就會3214 3214 這樣一進去 最後就做到了 起砖的部分 是第二個for loop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用電腦的術語 我們這個叫做Nest loop Nest loop 什麼是一個Nest Nest N-E-S-T Nest 一個鳥巢 就是一個巢 我們一層一層的踏上 我們一般來說 寫程式 一個loop就很簡潔 兩個loop都很經常見到 有時去到三個loop 都會有用到 但是loop的層數 就盡量不要太多 因為一多 你有時debug就很困難 我們玩了書 好嗎 我們下下一關 不如 我們就看一看 這一個是 我們大家 開到出來的 一個叫做 randomize lang 的一個平台 我們這一關做什麼 Rizy 不如你讀給大家聽 我們想做什麼 nese 任何 randomization to generate a unine world 即是說 我們希望每次按到 run 這時 的地圖 每次都會不同的 我們怎樣做到 這效果出來呢 你記得嗎 我們之前也用過 我們才用一個 Random Int 有問題可以在 chat room 我還會看chat room 雖然大家迷路了 所以大家要用的 你坐在這好嗎? 好嗎? 如果你累的話 你可以回到我旁邊找弟弟 好 今天我繼續和大家分享 Racy很掛念弟弟 我就繼續和大家聊 大家看到這一關 我們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透過用一個 Random In 的一個數字 大家可能現在 會看到的一個 Random Integer 記住 Random In 都是有人寫的 所以它會有一個隨機的 數字 由0 到12 每次就會彈一個出來 另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叫 Let Local Number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線 這條線的意思 就是一個叫Lifetime 或者一個叫 Scope 另一個字叫 Scope S-C-O-P-E 這個意思 可能我寫在這裡 會比較清楚 我們有一個 例如Local Variable 那些字體不能轉有顏色 轉白色 好 我們說Local 叫 Variable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叫 Scope S-C-O-P-E 即是看到它的地步 這個地方 叫 Scope 我指的是 另一個叫Lifetime 就是它 在這樣的狀況 只會在這個 Fallu內 會出現到 它離開了Fallu之後 這個Local Lumber 就會不見了 所以我們說 scope 舉個例子 就等於 我們平常每個人的家 都會比較私隱 家裡的 或者不要說家裡 例子 我們舉個例子 學校班房 一個班房裡面 我們可能有同學 兒子的班級的人數 這個數字 其實是每一個班都不同 可能有些班是40個 有些班是39個 但是在外面的人 就不會知道 你這個班有多少人 只是你那個班裡的人才看到 這個情況 就等於 Local Number Local Variable 就是說屬於你這個班的人才看到 出了那個班房 其實就不知道 所以大家記住 Local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現在 一會兒會學的 就是會學怎樣 去製造一個Random的數字出來 而這個Random的數字很重要 我們再跟剛才那個 做一個對比 好嗎? 我先停下這個Annotation 之前那一關 我們做的 其實就是把這些數字 我們叫做Hard Code Hard Code 就是硬撻 撻了這些數字 就是3214 而我們在這一關 就升一級 我們由一個 硬撻的Hard Code 的數字 變成了我們使用一個Random的數字 那麼我們要記住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做到Random的數字 那麼我們將來可以有Random的數字 譬如包括我們可以Random的一輛車 或者譬如我們有時候會打遊戲機 可能外面會出現一輛飛機 或者一會兒會出自一隻船 那每次都不同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Random 在幫我們做一些功夫 OK? 好了 我都說了很多 其實這一關的重點 就是我們要學會怎樣 用一個Random which is我們之前做過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那個Variable 那個Lifetime 那個Scope 所以我們看看 我們去打我們任何曲 之前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要去明白了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們看看今天的問題 我們不如一起去 整個整個曲 寫程式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要去看別人的曲 要看一看別人的曲 當然 那一段曲不是自己寫 要去看 就一定要有些時間 要累積一些經驗 那樣 我們也可以嘗試看這段曲 跟我們平時看的那些 Scratch 或者 App Inventa 其他那些Blog Program 其實都一樣 我們要看得明白 那些什麼 我們不會一開波 就從頭看得到尾 我們分開逐部分 逐部分看好嗎? 先看第一部分 我們去看就看到了 最頂部 有一個Coordinate 拿了整個Map的所有座標 這些就是座標 OK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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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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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 18 你和我們的名字,我們的名字出生後就不會改 除非你去政府改名字 所以我們LATS和Variable 最大分別就是一個會改,一個不會改 記住了 這段有個評語,記住了 評語現在就叫我們去加一些Random的數字 其實大家看到了,答案已經寫給你的 我們待會去打這段程式碼 幫我們去加高度,加一些Random的數字 待會我們一起做 接下來來到這裡 原來Variable在一個程式裡面,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加 我什麼時候需要一個Variable就什麼時候加 你記住了,現在我們在最頂,最外面,在一個for loop 在外面加一個Variable 我們這些叫做Global的Variable 記住了,我們的Variable有分兩種 一個叫LocalVariable,一個叫Global 為何這個scope就會是All scope的意思是整個program都可以看到 那什麼scope是All呢 譬如舉例我們現在一個例子 譬如舉例我們中學,我們以學校小學生做例子 學校跟我們說,今年疫情過去了,我們將會有陸運會 而陸運會的日子就定了在今年的12月12日 大家記住了,12月12日這日子就是一個Global的Variable 因為全校的同學都知道 而這些日子可不可以改的? 可以改的,因為校長說我們打風 我們將日子改為12月30日 能否留意到分別? 所以我們Global的意思就是一個特別的儲存地方 而這件事我們要全部人都知道 就叫做Global 所以大家看到了,今天這一關的重點就是 講解我們怎樣去分辨這些Variable 好嗎? 好了,大家看到了 我們現在會有兩個GlobalVariable 一個index,一個height,一個for loop 很好的,SWIFT這個平台一滑到火 已經看到整個scope有多長 由這裡到尾 我們看看,很簡單 第一件事我們就做了 就是說,如果那個index跟height的高度一樣的話 即是那個array的長度一樣的話 它就會reset0 所以這裡就出現那個情況 如果我們的height的array是五格的 譬如它是五格的 我們就會出現一個效果 你會留意到,我們試一試用annotation的畫畫 譬如舉例,如果你的height的長度 裡面舉例是有1,2,3,4,5 舉例是五格的 如果我們在這個位置做這個reset的情況 就是說它的index就會出現的index就會是0,1,2,1 因為我們待會看到最後的index會加1 所以就會去 它就一邊去,一邊去,1,1,1,2,3 你會看到當它的長度是等於的話 它就會reset成0 所以它就會是0,1,2,3,4 所以你會看到index的數字就會是0,1,2,3,4,0,1,2,3,4 我們這段的程式畫做了什麼呢 我們這段的程式畫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 當我們在檢查 我們如果那個variable的current height 我們想去儲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local的variable 在這個for loop裡面的一個 自己看到的一個variable 叫做current height 它就會拿回這個height的一個array 去拿它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我們在一個program裡面 我們還有一個variable 這個variable就是叫做 叫做 current height OK,看到嗎 這是一個local variable 那我們就assign了 因為你的height的index 這個數字會不斷轉 那我們一開始 這個for loop是第一回合的時候 我們會是height的0 對不對,第一次 那我們去到loop第二次的時候 就會出現 current的height 會等於height的1 看到嗎 就是會不斷地重複 所以這句大家看到 很簡單的一句句子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 它會在for loop裡面 那個loop會滑多少次 有沒有人告訴我 在chart room那裡 總共的loop會滑多少次 我告訴我們0 那我們可以計算了 這裡 如果我們這裡是0 OK,去到這裡 00 去到07 64 1 2 3 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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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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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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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得到嗎? 明白了,非常好 Edan 所以這句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把我們的height 這個短短的array 假如它是五格長 就會重複抄下來 抄了64次 下面這個if loop 其實目的就是很簡單 if loop這句是做了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要留意 我們講了15分鐘 還未開始寫 我們要先明白這個program 如果不明白這個program 我們其實就很難寫 大家看到我們一個很短的program 只有二十多項 其實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講解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就是運算思維 就不是我們講的一些很顯淺的概念 我們要慢慢一步一步去學 好了,大家看到 如果我的current height是0 什麼意思? 如果current height是0 就是這句 你會留意到 就是說我們這裡會不會有機會是0 比如舉例 有人回答給我 如果我的height是1,2,3,4,5 那我這個current height會不會有機會是0 答案是誤會的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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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height 整個 這個array 裡面的數值只有1-5 所以這一句 它就說 如果你的高度是0 我們就做些得夜 當然 現在我hard code是1-5 那當然不會是0 但你要留意 如果我們用回我們今天課堂要教的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random的integer 是由0到12 它有沒有機會出現0 我再說一次 現在我所做的 剛才這個例子 我用1-5 它就不會出現0 的情況 而在我們這段code裡面 它就說 如果我要起樓的高度是0 我就做些有趣的 譬如我可以做些水 我可以起一個teleport 可以做一個jam 譬如我可以自己設計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個例子 我們是不會出現0 但是我們今天在我們的學習 我們需要用一個random integer 而random integer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每次就會在0-12 會出現一個隨機的數值 所以它有機會出現0 OK 大家明白了 所以整段code 就是我再由頭說一次 第一部份 去decare了些 variable 接著這一段 我們待會要一起做的 就是去創造這個random的數值 令到我們高度的這個數值 會隨機出現 第二個部份 我們就會做一個叫做iterator 就iterate 所有的可定例 接著我們一開始 我們這三行很重要 如果沒有這三行 我們就會出現 out of range 剛才我跟我說了 因為你會出現 0-12-3-4-5-6-7 這樣就一路去 但是你的array只有五格 所以就會爆煲 OK 這一句我們就把這個heights的array 變成了一個local的 variable 叫做current height 透過這個current height 我們做了一個index 去看看到底 如果它是0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東西 如果它是其他高度的話 我們會做一些東西 最後就要update index 好嗎 我想大家用了差不多20分鐘 已經講解了整個program 好了 我們現在一起做好嗎 我們大家一起開著我們的program 那我就把畫面中間這個位置 先清理一下 不要那麼快 先清理一下 好了 那現在我們將會去打code 其實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去create一個 一個random number 你看到就是for 有for loop 很簡單 你打for一架 Enter 看看你到底你想的array 多大個 例如我想的array 根據抄 就是20個 20的 OK 我們要加20次進去 那我這裡打了 let OK 看著這段可以了 整段 打下去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會有些變化 就是local number OK 等於 這個random 你看到我打了lan random 兩個 一個叫randombo 一個叫randomint randombo 就是randomboolean 它就會出現true和false 而randomint 就會出現一個數值 而你看到它是expect 是兩個integer 一個就是某一個數字 另一個是另一個數字 譬如我 這次好像它一樣 由0到12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 就透過這個local variable 就會generate到一個數值 每次經過這裡 我的 variable 就會更新數值 這個數值 我們當然要放下 就會heights append 我們要加什麼 加一個local number 你看到嗎 現在local number 已經出現了 譬如現在你看到你打local 譬如我在這裡 如果你們留意到 我打LO 那個local number 會否出現到 大家有沒有留意 好了 如果我離開了for loop 做個實驗 在這個for loop 這個位置 打LO 有沒有見到 那個local number 能否留意到分別 我在這裡離開了for loop 我打LO 已經沒有反應了 但如果我現在進入for loop 我打LO 那個local number 會出現 大家有沒有看到分別 這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講到我們一個variable 的scope 正正我們所說的一些意思 當然 你說我想做得複雜一點 譬如我現在有一個for loop 如此類推 一至一把 這樣舉例 我這個for loop 就做實驗 給大家看看 好了 這樣 for loop 又for loop 然後我就在這裡 let A OK 等於random 譬如我們打 A number 等於random in 如此類推 vindombo 好了 你看到了 如果你現在去打 例如LO 就是local number 看到嗎 如果我現在在這個位置打 A 看到A number 出現了嗎 為什麼 因為 現在在這個scope 裡面 這個A number 是會見到的 所以包括裡面 這個for loop 我都會見到這個A number 大家是否留意到的分別 好了 我花了很多時間 講解那個scope 那個issue 希望大家 就有些概念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知識 希望大家能夠慢慢掌握 好了 這個位置大家已經做了 那我們不如就跳下去吧 假如這些其實全部都不用打 我整理一下 我喜歡簡潔一點 就是小一點 虛位 我們這句 我們不如想一想 如果我們是 大家想一想 如果它是一個 零的時候想做什麼 不如大家讀一讀 如果它在零的時候 我們想去做什麼 會好 有沒有人給我一些意見 我們不如在某些地方 就 建一些東西 好嗎 譬如我們可以建 對 Ad helper 那它怎麼建 有沒有人幫我打這句code 出來 我可以 用你這句code 這樣 對了 如果它的高度 當然是world place 那我們可以place些什麼 對了 那我們就會 如果是 加的 Hopper是怎麼寫的 Hopper有沒有記得 好了 我們當 character OK 好嗎 那我們就加下個coordinate 記得 這個coordinate 這裡已經出現了 所以我們就打一個coordinate 就搞定了 OK 記住 它是零的時候才會 加個character 好了 如果它的高度是高於10 的話做什麼好呢 如果高於10的話 我們是worldplace 好嗎 如果它高於10的話 那我們就加個 加個jam好嗎 OK OK 如果最高的度 有個保石給它 好嗎 這樣 如此類推 另外下面這些就是一些例子 如果是某些座標的話 我們可以再 worldplace 可以加一些東西 willplace 然後我們這次就是water OK 加一些水 OK 那就加一個coordinate 你會看到 其實整段東西 一個是加character 一個是Block 一個是加water OK 下面這裡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設計加其他東西 我暫時不加了 我們試一試去run 這個程式 不想等太久 我們run fastest 看看有沒有什麼error 接下來 你會看到 我們就會出現了 整段澄清碼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滑 有沒有看到 哇 這個很高 當它高於10的時候 會加jam 最高一點會加jam 有沒有看到 你看到 零的兩個 就會加hopper 看到嗎 Hopper 躲在裡面 因為它是零 零的位置 它會加hopper 看到嗎 躲在裡面 只要它高於10 就全部有jam 出現 這裡又躲在兩隻 看到嗎 那麼 留意一下 現在在我們這個程式 Hopper 是加了四隻 在這個位置 我們再run多一次 來多一次 run多一次 我們見到 今次的Hopper 來到這裡 來這裡 有沒有見到 我們現在每次run出來的 pattern 都會是不同了 躲在裡面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程式 大家就會明白到 很多時候我們打遊戲機 或者我們在說 股票交易 或者我們在說 一些要隨機的情況 我們其實就是要 透過這些random 幫我們去做 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得好一點 這個program 有沒有跟學生有什麼意見 我們今天用了大概 半個小時時間 就高呼了 花很多時間 講一段曲 其實大家如果一明白 其實一段曲 就不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些功夫 譬如我們那個 我們不要升到那麼高 我們只升五 零去到五 會出現什麼意思 如果零去五 其實就會出現 這裡所有東西都會 切斷了 當然 如果你這裡高度只有五 你這裡 這個情況就不會出現 因為它會高於十 所以就不會放jam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 如果你改了數字的話 我們這段曲的位置 都要改一改 如果大過三 大過三 就加了jam 另外 就是有一個coordinate 非常好 Edan 我們現在我想多說一些 大家看到 我把高度放下了 你看到現在 我也是 只要高於三格 它就會 起很多jam 這一個變化 這樣就看到了 那怎樣還有一些變化 大家留意 其實原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variable 只用一次 這個variable 用一次 通常如果我們一些 variable 只用一次的話 我們很多時使用程式 就不用特意去 去define 一個variable 所以這一句 大家要留意 我們可以把這個 剪了出來 可能在電腦上 就是command x 剪了出來 把它放進去 OK 那這裡的好處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這段 程式碼 這個位置 就是說我現在每次 append 一個random integer 當這個function 一call的時候 它就會return 一個數字出來 而這個數字 就會立即 同一時間 被append 收走 就放進去heights 不要緊 Android 慢慢來 我現在講 另一個進階少少的 一個 程式的 編程技巧 大家就可以留意了 記住 如果你的variable 只用一次的話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想 就是簡潔一點 所以現在我們 就是透過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叫做 random int 它要適合一些parameter 就是0到5 留意一些 我講編程的術語 這些術語 都是很多時候 你將來有機會 跟其他程式員 溝通的時候 說的話 我們說有一個功能 要適合一些parameter 它會return一個result 就同一時間 給另一個功能 就是append 吃走了 最後 因為這個append 是一個member function 的一個height 的一個instance 或者一個object 我們整件事就完成了 你看到 這段曲 又少了一句 我們又看一看 是不是work 不如我看一看 好像是work 是不是沒有分別 所以你看到這個程式 我們一路慢慢做 一路慢慢簡化 所以這些東西就很奇怪了 很奇怪 另外一個 很多時候 我們就 就是 這個程式 看到很多gm 當然有些變化 我又不足夠說 你這裡可以 有很多if statement 如果高度是1 那時候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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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改 譬如 現在我 好像 好像Water 也沒有出現過 他說 Coordinate 等於3 Column 又是小過4 要加些Water 好像沒有出現過 也好像沒有加水 是不是沒有 那你一路慢慢轉 希望 現在我給大家 兩分鐘時間 大家做一做 加些jam 加些expert 加些blog 可以做些不同的東西 那一個 很好玩的世界 就是屬於你自己 可以create出來的 這樣 我想這一關的 學習重點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大家學會了 第一 懂得看一段 別人寫給你的 詞 第二 我們就學會了 Wariable 使用方法 有global 和local 第三 我們今天也是一個重點 這個是array 你看到 這些程式 就越來越長了 我們今天 學會了 那句 擁有兩個array 兩個array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做 去試 這樣 我們可以 random bool 我們不如試一試 我們可以 加些有趣 好嗎 譬如他呢 我們在這個位置 加jam 好了 if 我們做個if statement 這樣就是random bool 叫random bool 就是它會 出true 或者出false 如果它是true的話 我們就加jam 好嗎 如果true的話 OK 如果else的話 當然 OK 當然不是 如果它不是true的話 我們就做別的事情 我們做些什麼 好嗎 加個portal 好嗎 大家看到 加個portal 要加一點點東西 portal要加個color 我們這次的color 就是加個 加個什麼色號 加個紅色 好嗎 加個紅色的portal OK 那你見到 現在我們試一試 即是說 現在我們只要它的高度 是高於3 的話 OK 還要它如果是random bool 是true的話 它就會放jam 如果是false的話 就會放portal 我們又試一試 看看會否是 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出現更多的變化了 那我現在除了用了random integer 之外 這一關我們還試了多些 叫random bool 所以很明顯 你看到那個比例 這次 其實那個 就像我們變成股票 或者我們 一些random的情況 你看到 我們這次 就是這個jam 就出現兩次 但是那個portal 你看到我們 做了一個叫portal 用了紅色的portal 我這次不想要紅色portal 我想做藍色portal 或者 我們再低一點 我們又來多次 if statement OK 你會留意到整個program就會越來越好玩 一個紅色 一個藍色 希望大家 放下腦筋 多些變化 這樣 我們正在砌很多怪獸 看完弟弟了 我們不如一起來研究 random bool 又來多次 很好玩 我們在這裡 做一些有趣的東西 記住 我們 不是鬥快 我希望同學 能夠在每一關 最少留一個小時 去想多一點 做多些變化 因為情色世界就是這樣 有很多好玩 你看到 這次 嘩 看見到 為甚麼 剛才紅色 現在有藍色 是啊 你看到 我這次其實做的 就是一個好好的堂仔 很厲害的 你看到 現在開始慢慢變化 現在我們做的就是 是不是很棒 你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 一個for loop 然後裡面一個 if loop 然後再一個for loop OK 這個for loop 沒有的 再一個if loop 再if loop 再if loop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次是 一二三四 四層的if loop 再加一個for loop 所以你看到 其實情色就是 一個這樣的狀況 你一路改 一路慢慢加 一路 令到你的情色 越來越好玩 當然 如果你們問 我想我的情色 做得好玩 剛才你看到 有些變化 又用if statement 我這次呢 就 繼續用 Win Don't Boo 這麼好用 真的 沒理由不用它 好嗎 這麼有變化 我們 一時就做 做monster sorry character 一時就做甚麼好 一時做Bite 做Bite Bite Bite是怎樣叫出來的 Type Type 我也不太記得 是 Name Name 好像是嗎 Character 不記得不要緊 這個 ID很好 Mame 等一下 它應該會彈出來 Name Name 是不是Name 有沒有人提我 Name Bite Bite 好像是 試一試 應該是這樣 好像不是 它罵我 Unresolved Bite 怎樣打 你有沒有跟兒子提我 我不太記得 怎樣打 怎樣可以 叫Bite 出來 沒有人理我 不要緊 我 我看一看前幾關 前幾關 前幾關 怎樣叫Bite出來 我不記得 Island Builder 這個東西很慢 是否Index Arranger 對 Name Dot Byte 要Dot Byte 哎呀 漏了少少 來一次 Randomize Name Dot Byte OK 好 應該這次可以了 好了 來一次 OK 怎樣了 我們再Run一次 大家見到了 Expert 都可以 沒有問題 你看到我們的Type 是Dot Byte 剛才Race 說想要放Bite 我們來一次 這一關差不多完 我們在這裡 大家見到嗎 又出現Bite 這樣 披館 可以嗎 加入披館 會出現什麼情況 Aden 好了 大家見到了 差不多完成了 這一關 現在就很好玩 很好玩 大家見到了 就很有變化 那是怎樣 進去的 Bite 沒有啊 用不了了 Move來 move去 好 時間所限 我們還有25分鐘 我們不如來一關 好嗎 好 好 二十四 這一關做什麼 我們一起看看 又是一個平坦的地 這個平坦的地做什麼 好 好 Create an array of existing item 這一關是我們的目標 要去create 一個array 有一些existing item 好啊 謝謝你 真的怪 小朋友多怪 喝一口水 謝謝 好 那我們這一關 我們其實要做的 就是 我們呢 就去run一run它 這段程式馬 我們看一看 我們呢 下面呢 我們暫時呢 可以先 卡插在線 你看到下面這段曲 還未完成 還未完成呢 我們先留言 要不然呢 你run不到 那我現在呢 就很快run一run它 一路run的時候 我們就去講解一下 這段東西在做什麼 你看到呢 現在其實它也是建磚的 那就建了 在這裡 好像建樓梯 沒錯 在建樓梯 是這樣的 這樣 OK 起一堆樓出來 好了 起完了 那我們不如看一看一段曲 立刻做 一開始 那它呢 就是有一個 all coordinate 就拿了這個array 跟著透過這個array裡面 的每一個座標 每一個座標 那你記住 這裡呢 就00去到06 06去到66 那就是多少 0去0去6 就是7格 7749格 那就是Italy49次 大家留意到了 49格 是的 那它呢 這個height 就是coordinate 的column 跟著它呢 就做了 它呢 就會在每一個height的高度位置 就加磚 OK 那如果 OK 如果一個高度呢 是大於8 大於8 有沒有機會大於8 好像也不會 應該也不會 因為這個我們只有0至6 我們不會多過這個 是吧 因為這個應該是一個height 我們要想一想 怎樣去做這件事出來 我們不如看看 看看吧 不知道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而已 今天我都完全沒看過這一關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如何做這一關 好嗎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那我們看一看 Not only you make an array to place item You can also make an array of items that already exist in the puzzle world 那所以我們呢 就要去加一些東西了 那我們怎樣去加呢 這裡好像 是不是run完的呢 我見到好像還沒run完 其實還要有些run 這個height 它的height 是直接拿了個column的array出來 看到嗎 他這次拿了整個column的array出來 看到嗎 那我們怎樣做呢 現在好像停了 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考一下 今天參加一些堂仔 有什麼可以做 加幾個character 是不是 加幾個character 有沒有些什麼堂仔 有些什麼idea 我們不如講解一下 加幾個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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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不是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吧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吧 For each of the character Perform an action 我們下面這裡 其實就是要去做一些action 中間這段 就要initialize 個array of existing character in the puzzle OK 那我們看到我們這裡 其實就要加一些puzzle 那我們怎樣可以加到呢 我們不如看看 我們回來了 這一關 這一關有什麼可以做呢 你看到 我們其實就要去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這一關 怎樣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Let character Existing world 是的 沒錯 記住了 原來我們可以 可以一個叫world character 就是world existing character at all location 那我們就去initialize 這一句 那我們不如一起打這句 好嗎 Let 是 Let character OK 我們一起打 每個人都一起打 等於 Well 點 Existing 一個是Existing 一個叫character 一個叫 可以做 那這個就是打什麼 就是打 all coordinate OK 這一句的目的其實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拿走它所有的東西了 OK Good 那我們不如研究一下 這一段好像也沒有什麼反應 這段東西 現在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好 我們不如玩玩看看 Pan的playground 這段為什麼玩不到呢 這裡要交叉了它 我們不如來玩一次好嗎 大家一起看看 好 好 很搞笑 現在一直在升級 先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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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前面看 是不是那些block 摘著那些 是啊 那你見到呢 現在我們要想一想一些問題 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有沒有發覺呢 它一直都沒有些character 出現 是 我們一邊想一想 如果現在我們這一句 它就說 height 就是這個coordinate的column 那這個對 這句 他說 You change the height to be the sum of column and row for each coordinate 就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 這裡就是00 這裡是01 那它的高度應該是什麼 是 是 如果這個是01 00 它應該是起一格 01 應該是起1 有人舉手 Aiden 應該怎麼做 這個10 10就起1 如果這個是11 11應該起兩格 對嗎 對 那我們看一看 現在我們這裡只寫一句 就是let height 是coordinate 的column 我們怎樣做 會最好 要加 要加 加什麼好 coordinate 的height 對嗎 對 搞定 好了 那我們就 應該可以了 一個column 應該叫width column roll 應該roll就對了 來一次 嘗嘗嘗嘗嘗 對嗎 好 大家好像有點概念 那我們不如來多run一次 好嗎 看看 剛才那個program 你一run的時候 你會發覺 它只有一個高度 但當我們現在一路這樣轉了之後 其實它現在出現的情況 你會見到 我們 起根的樓的高度就高了很多 出現的情況 就跟剛才我們不同了 有沒有見到分別 見到 我們整個program 其實剛才只改了這個位 你幫我開門 好 好了 那這裡其實已經是擺出來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就是00 01 就升一格 10就升一格 接著 11就是兩格 02就是兩格 喂喂喂 喂喂喂 先出去 謝謝 sorry sorry OK 不好意思啊大家 小朋友很開心 想來趁熱男 這樣 02就是升兩格 如此類推 30 21 1203 我想大家明白重點了 所以我們這句的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 製造了一個高度出來 這個高度其實就是我們那個 2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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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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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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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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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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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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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9 OK,我先跳一下 我們現在可以跳一下 我們試一試 大家留意 這關的學習重點 第一個就是要大家學會 如何把兩個可調加在一起 這句就做了 下面這個位置就是 建磚 然後這個位置就決定要放 放哪一隻 這樣你見到就起了 將會來跳 跳,跳,跳,跳 看不看在這裡勁跳 看不看在這裡跳 看不看在這裡跳 看不看 當然跳不夠我們可以做多一點點 這裡已經教大家 叫Dance Line No One Is Watching 我們可以逐句試 我們可以打,不如你幫我打 打那麼多腳 很累,好吧我打 Racy打字有點累 其實不要緊的 你打D A已經整句出來了 看不看 C 然後我就打 Turn Turn Up OK,即是彈器 C Break It Down 它說我的Screen很困窄 很困窄的原因可能因為它們動得很厲害 很困窄 我想是因為那些角色這樣跳 那不要緊 我呢就 我弄少一點 我弄少一點就可以了 大概10 OK OK 那就弄少一點 它不用多跳 是否更困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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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試一試 應該會更好一點 那我現在呢 我調整了幾個數字 應該會顯示那些小怪獸的數量 會更少一點 可能因為我剛才不斷在轉那個Map 它在運算 所以有點困窄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呢 因為調整了些數字 我出現的 這個 Ablue 和Hopper 的數量應該會少了 我還想看你 很頭暈 很頭暈 有這個字嗎 F-U-N-K 有這麼多功能 我也不知道 我想我就不做太多了 其實大家都應該明白 我們做了些什麼 還有十幾分鐘 還有十幾分鐘 好了 我們講解了 有些變化了 我們這裏全部都先打開 我們這裏呢 C-Doc Break It Up C-Doc Grumble Grumble C-Doc A-R-G-H R 在喊救命 R 我們可以做多一點 我想我們不要跳 跳得很厲害 我們可以做多一點 如果他大過 大過2 小過5 好嗎 好 如果他大過4 C-Funk-Click C-Funk-Click 沒有這個功能 對 很緊要 你可以自己做的 你可以自己做的 這個功能 我們試一試 RUN一下 50分鐘 現在你看到了 我再做多幾隻 我會多一點 應該會有很多人一起跳 好嗎 記住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其實這一關的目標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去 製造一個 upgrade 從一個存在的 一些物件 那些物件 現在你看到 就是 這一對兵 這對兵 這對兵就是 我們的兵 現在我就做一半 是 什麼 阿Blue 另一半 就是阿Hopper 這樣 現在他們每一隻 都在跳來跳去 你看到 現在他都是在 火爐裡面 滾著 所以他做很多事情 扭著扭著 在那裡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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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到 今天這一關最重要的 就是這一句 這一句 這一句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一句 就是說 你在這個world 裡面 它就有一個 Existing 的character 就是當我們 CREATE 了這裡 CREATE 了這個character 之後 當你把這個character 放在那個world那裡 這句 place 的意思 其實它就同一時間 把這個放下去 OK 好 頭暈 好 頭暈 好 頭暈 OK 那我不弄住了 OK 先停了 好了 我想大家 今天這個學習重點 應該都得到 有沒有和兒子有其他問題 我按摩大家 有問題可以說 好了 歡迎大家發問問題 現在 我們還有七八分鐘的時間 五八分鐘呢 今天我就不打算再開一關 《The Art of the Array》 可以留下一個星期 可以留下一個星期 記住 今天我們這一關 這一堂 試一試 就沒有powerpoint 純粹是很focus 大家看著鏡頭 一起上課 做什麼 都很好 都清楚了 不用轉鏡 因為不斷轉來轉 其實都幾多時間 今天我們這一關很好 有十七個朋友 我希望和兒子都能夠做到 有十九個人 有些朋友做完就走了 沒問題 我希望大家用心去學習 你不懂得回答 沒有S嗎 沒有S character 這個 你拿這句 如果你說大 你應該這句 characters characters 這是一個 如果你這句沒有寫的話 你下面這裡會不會出現 是不是更加暢順一點 不如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沒有powerpoint 不用整天轉來轉去 大家上課更暢順一點 大家都很安靜 在做事 那我繼續聊 多謝 都是那句 我們希望把最好的編程 即我認為最好的編程知識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覺得今天課堂是正的 給我一個like 或者舉手 讓我知道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繼續學習 我們編程有很多很好玩的知識 我希望把我所知的東西 盡量和大家分享 和大家攜手 你們學習你們的知識 其實都已經增進了很多 我們希望有一天你們能夠學多些 我今天把我知道的東西和你們分享 我知道你們每一個年輕人 都會是很厲害的 將來你們告訴我 教我一下 好的 Den 看到你很有反應 好了 我們今天的課堂就到這裡 我們早一點點完 不用一定要準時完 我們今天到這裡完 拜拜 另外趁這個機會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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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